要欢送陈前副总统抗力民主 看得出来大家都十分不舍 卸下四年作为人民公仆的重担 被蔡总统说是史上最忙碌副总统 陈建仁卸任成为前副总统 大人哥完成阶段性任务 总统蔡英文也送上祝福 未来有需要的时候 相信你还是会像现在这样 温暖亦不容置 再来帮忙我帮忙台湾吧 大人哥谢谢你 台湾有你真好 亲爱的国人同胞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 可以为你们服务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四年 我会永远感恩在你 我再一次谢谢大家 各家 温馨影片记录下陈建仁 每一次认真奉献投入工作的身影 对于热爱公共卫生 还有流行病学研究的投入伙伴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有话要说 但我相信明日带着荣誉 武汉的离开 那未来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一定会再见到你 当然也少不了服务 愿昔日战友再次肯定大人哥的付出 在首付台湾的路上 更祝福陈建仁总统后会有期 我相信老师卸下副总统之后 他一定能够有机会继续奉献所长 奉献给最新来的台湾 交棒给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 520卸任后 陈建仁预计要回任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等同是中华民股史上第一位 主动放弃卸任礼遇的副总统 大人哥的温暖与正面将会换一种方式 继续照亮台湾 接下来台北生活报道